中国女孩真的太好看了 外国男人的眼里 什么样的中国女生才算美女呢 是不是和中国男人的口味的感觉一样呢 还是说完全不一样 今天咱们来对比一下 看一下 今天我准备了一个中国男人 一个外国男人 然后还有四个中国美女的视频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然后来对比一下 怎么样的女人才算一个美女 开始之前我当然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觉得老外和中国男人 在这个美女的事情上面有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说差不多都差不多呢 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 如果你们准备的差不多的话 我们就不多说了 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们今天又在山都蒙水湾游泳游泳 山都蒙水湾游泳 今天第一次 今年的第一次来 噢不对 我之前来过 Market已经4月的时候 我来过游泳 你是第一次今天来的 今年第一次 去年我还是经常 去年我也入境了一次 去年我们经常来 今年第一次感觉咋样呢 感觉还不错 今天人数还不错 没有太阳 今天没有晒黑 但是还是游得很不错 Market今天游了12卷了 真的 我游了6卷 恢复一下 嗯可以 慢慢来慢慢开始 今天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你想不想看点美女人 你说在游泳池吗 这边没有美女 不好意思 但是带你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吧 来嘛 我们看第一个美女的这个视频 哇 这个扛着啥都没有 戴着口罩 然后扛的不太清楚 但是跳的还不错 跳的很可爱 我觉得这个很青春 很有活力的感觉 没有感觉 一般般 很有活力的 来第二个美女的 哇哦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这个身材好 身体色也好 这个脸还不错 就是纹衫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纹衫的 它的纹衫还是比较有个性 身材很简 身材不错 这个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太过火辣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些 哦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是吗 那么来第三个美女 嗯 来吧 哎呀 这个感觉还不错 这个还可以 就是有一点点瘦 这个我觉得非常可以 这个啊 这个我觉得就刚才 一共三个里面 它是我觉得是最好的 这个是你的口味哈 这个大部分 应该是大部分中国男生的口味 真的吗 真的真的 我觉得 待会再看吧 先看一下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这一位美女 嗯 这个我觉得脸比较可爱 它属于比较可爱的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可爱 这个我觉得跟刚才那一个 差不多 哦 嗯 这四个里面后面两个 我觉得非常OK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 太像小朋友一样 像小朋友 很可爱 但是可能没有这个女人味 嗯 这个就是她的风格 嗯 现在游泳完了 出来了 要回家吃饭了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必须要选择一个美女 你会选择第几个 第几位 这还有点难啊 哈哈 必须要选择 这四个视频 我觉得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和第四个 其实都差不多 第三个和第四个 可以 就是我觉得长得有点像 小朋友 这么两个 是吧 那两个是可爱 那两个是可爱 比较可爱 比较年轻 啊 原来 一定是喜欢这种 那是不是大部分的中国男人都喜欢这种 嗯 就我认识的朋友里面 我觉得都都是 唱跟我差不多的 嗯 可能第三个和第四个 有意思 那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 马凯会选择哪一位 那肯定是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美女 因为她长得有点有女人味 然后我们喜欢皮肤 稍微也不是黑一点 就是有点有太阳的感觉 晒太阳的感觉 然后身材一定要好 一定不要太瘦 太瘦 我们会觉得没有意思 然后她的脸也长得比较优趣 我觉得第二个是我的选择 哦 你要喜欢火辣的吗 那当然谁不喜欢 哈哈 我都喜欢可爱的 嗯 那也是 啊 现在马凯已经到家了 现在喝一个比较晚的一个下午咖啡 现在已经6点多了 快7点 反正刚刚我们听的看的也非常清楚 非常明显 外国男的和中国男的 在这个美女的生美上面 还是有一些很大的区别 我觉得还是跟经验 跟教育 跟很多习惯的事情都有关系 那么当然我发现了 我来到中国之后 我对美女的这个看法 也有很大的变化了 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跟中国男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喜欢长得比较女生 比较有女人味的这种女生 不要长得太像小朋友一样 然后也不用太收 然后身材要好一些 要有运动的这种习惯 而且皮肤我们还是比较希望不要太白了 然后脸的话 这个可能是最难的一个点 因为没有一个理想的样子 就她怎么样 我们才会觉得她是一个美女 有很多众 就是很多不一样的 长得不一样的人 所以脸的话 这个肯定得具体看几个情况 这个每个人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那么现在呢 我还是很想知道 你们觉得今天Markie说的 还是说Jinshan大哥 说的这位美女更好看呢 还有这四个里面 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 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 还有就是对美女的这个看法 你们是不是觉得中国的男人和外国的男人 是不是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很大的区别呢 反正我非常好奇 听一下你们觉得一个真正的中国美女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今天的视频又差不多了 Markie今天过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天 去健身了 去游泳了 吃了饭 喝了咖啡 看了美女 今天这一天还是可以 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们觉得还可以 那就记得留下你们的点赞 你们的关注 现在我就要说拜拜了 如果你比较喜欢看Markie的视频的话 那我们就在下一期见